同学们好 从这几个我们开始讲的是这个行程专题 第一个小专题叫相遇 那后边还会讲追击火车过桥流水行船 时钟环行跑道 间隔发车等等等等 那这个是行程问题中的第一个小专题叫相遇问题 那相遇问题 讲这个相遇问题之前 那什么叫相遇问题 涉及到一个相遇时间相遇的这个路程 是吧 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相遇发生相遇的话 正常来说那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之类的是吧 或者说船上之类的 两者三者产生一个什么关系呢 同这个相相啊 不是同相同相就追击了 是吧 相相相相相啊 然后呢相相什么意思呢 相反的方向啊 相反的方向 当然了也不一定非要说要要相反的方向 这样才能相遇 哎同相的这样这样走 他走得快他走得慢 然后呢人掉过头来再相遇 你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同相 不一定非要是反 是是这个反向 也可以同相 同样的方向 相同 相同方向 好那这几个我们是讲相余问题基础篇啊 基础篇 下几个我们再讲这个提高篇啊 这个就作为一个基础篇啊 基础篇难度呢不是太大 好那下边就存在一个球一般情况都会求一个相遇相遇时间啊 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量相遇时间有两种求法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相遇时间两种求法 求法一啊 相遇时间 有两种求法 第一个是哎两个人以不同的速度到中间相遇了 那用总的路程除以速度和是不是就相遇时间求出来 所以这个呢咱们用总路程 以至了总路程啊 总路程除以括号啊 速度和 我们就用速度12吧 速度1加上速度2 哎来代替 那这个是一个常规的 比如说第一道题是吧 那以至了两地的这个路程 以至了两个人的速度那求相遇时间很好求 关键是啊 万一这些题没有以至总路程多长怎么办 像这道题求总路程 求两地的距离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知道总路程 这个时候啊 相遇时间怎么求呢 所以这是这种求法 那相遇时间呢 还有一种求法 还有一种求法 这个讲课之前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支点是吧 相遇时间还有一种求法是什么呢 路程 总路程不知道 但是两个人的路程差知道了 哎 路程差 除以 速度差 也可以是吧 嗯 路程差 除以 括号 速度一 减速度二 速度大的 速度大的吧 减速度小的 当然这个可能同学可能一下理解不上来 这个很好理解 两个人的速度和 总路程除以两个人的速度和就是相遇时间 这个都能理解 但是这个可能有些同学理解不上来 你比方说啊 那我就用正常给大家推导一下 比方说啊 速度大的这个人啊 用S他的行驶的路程我们用S大 可不可以啊 他是不是等于 速度 微大 乘以 相遇时间 相遇时间是一样的 用T表示 好 然后呢 哎呀 这个行驶慢的人呢 他行驶的路程少 我们用S小 路程等于 速度小的 乘以 相遇时间 对吧 哎 相遇了 那好 路程差 是不是等于S大减S小 所以S大减S小 就等于这个式子 减这个式子 这个可以提出来 这是相同的是吧 用乘法的这个结合率啊 就等于V大减V小 是不是乘以相遇时间T 这个就是咱们的相遇时间 所以呢 相遇时间就等于路程差 除以这个 呃 除以速度差 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就等于相遇时间 因为 速度大的人 比速度小的人 多走了多少 是因为他们速度差导致的 那相遇时间也可以表示成 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他们速度之间的差值的大小 就 决定他们之间路程差值的大小 时间 都是相同的 因为相遇相遇了之后 他们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吧 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好 从开始行动即时到哎 相遇 是吧 只是一个走的快一个走的慢 但是时间花的一样哎 碰头了之后呢 时间停止啊 好 我们在具体的这个案例 具体分析这个大家基础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相像同样相遇时间两种求法 第一个常规的第二个路程差 是吧 这个很简单 看第一道题 南京到上海的水路啊 长392米 千米是吧 同时从两港各开出一艘轮船 相相相对而行 那比方说这个是南京吧 这个是上海 这是南京 这个基本的这个最基础的题啊 大家听一下是吧 这个什么 上海 他说呀 从南京往上海两地啊 同时啊 开了一艘轮船 相对 相对就是相向 相相相反的方向 哎 开那 从南京开的船 每小时28 哦 从这往这开的这个船 28 千米 千米 每小时 上海往这开的船啊 是这个 21千米 每小时 好 再看 几小时相遇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相遇问题 那这个题呢本来不想讲 但是这样就给大家 把这个啊 相遇时间 为什么等于总路程除以速度和 给大家讲一下 你想啊 他是28千米在跑 他是21千米在跑 你想他一个小时跑28千米 他一个小时跑21千米 我问大家 一个小时两个船一起走了多远 两个船一起一个小时走多远 是不是28加上21啊 大家看一下 他一个小时走28 他一个小时走21 那一个小时 两个船一起走多少 一起走了 他走28 他走21 那一个小时两个船就走了 49 对不对 现在呢 总共这两地啊 这两地总共392 千米 千米你说几小时相遇啊 一个小时两个船走这么远 总共392 用总路程 392 除以速度和就得到 相遇时间 49 除以392 啊 6啊 39 是吧 咱们还是认真算一下 392 除以这个49 啊 8972 8972 近期 48 32 39 认真算一下 好 等于8 8小时 是吧 嗯 所以呢 这一道题啊 像这个相遇问题 第一种表达 相遇时间 第一种求法 啊 大家 通过这道题呢 大家通过李老师 给大家说的这一句话 你就问 你就问这两个船 你一个小时 你俩一起走多远 一个小时他走28 他走21 那一个小时 他俩一起走多少 走了49 那一共有392 千米 除以一个小时 他俩要走的 走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就需要8个小时 才能相遇啊 所以 需要8个小时 哎 他俩才能相遇 才能走完这个 总共的392 千米 所以 一个小时 他俩要总共走这么多 总共这么多 是吧 对吧 然后打 就行了啊 看第二题 他说快车慢车呀 同时从甲乙两地 相向发车 然后快车每小时40千米经过了三小时 快车始出终点25千米与慢车还差7千米相遇就慢车的速度 这个时候我们来画个图吧 比方说这个是甲 甲乙两地 这是甲地 好吧 这是甲 这个呢 是乙 那这个就是乙 这是乙 然后呢 他说快车是 快车慢车从甲乙两地 那快车就从这来 这是快车 快车从这出发 慢车呢 从这出发 慢车从这出发 然后呢 他俩是啥呢 相对而行 是吧 相向发车 相向就是相反的方向 好 相向发车 快车是每小时40 经过了三小时快车始出终点25 我们先连起来 哎呀 比方说这是终点 比方说这是终点 好吧 然后呢 快车从这始出终点 把这写一个终点 始出终点25千米到这相遇了 那比方说这一段呢 咱们这一段 按照题目意思来看的话 是多少 25的 然后呢 快车啊 从这始出终点到25之后 他说还相差7000米相遇 哎 意思是这呢 慢车到这来 快车到这了 那他俩还相差多少 7000米相遇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快车到这 慢车到这了 对不对 也就是这样的 他们从事同时从这走走走走走走 快车到这慢车到这 他俩还差7000米相遇 求慢车的速度 啊 根据题目意思 咱们把图画出来 然后再看 那再看 那就相当于快车呀 从这到这走了这么远 慢车从这到这走了这么远 那大家看一下 快车比慢车多走了多少 因为总的路程我们不知道 总路程不知道 所以你没办法用总路程除以速度 和得到相遇时间 所以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第三种 啊 这个相遇时间的方法 第二种啊 写的是三是吧 路程差除以速度差等于相遇时间 所以相遇时间这个表达方式 更加 重要 因为难点 核心的这个难点 考 稍微难一点 就是这样的考法 路程差除以速度差等于相遇时间 所以速度差 速度差是我们要求的 路 因为大的这个速度是不是40啊 那慢车是多少要求的 你看 慢车速度是未知的 要求的 那慢的速度是未知的 这个是已知的 相遇时间 是吧 相遇时间是多少 三小时 三小时我们知道 虽然说没有相遇 但是我们知道 他花了三小时 这个也是知道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要求速度的话 我们现在就差什么呢 路程差 那路程差怎么算呢 看一下 甲是不是从这到这这么远 以从这到这 这是这是他的路程 乙形是这么多 甲形是这么多 那这一块减 这一块等于多少呢 你要想啊 这一段 这一段减 这一段等于多少 这一段是多少 终点往这来25加7的 这一段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是终点减去这一小段 哎 那我们终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段进向过来 进向过来 对不对 这是25 这是7 是这个道理吧 你看啊 我这个就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这是25 这是7 那你看啊 这是这是终点 对不对 这是终点 我再标一下 这是终点 这是25 这是25 这是7 这是7 那 乙走的路程啊 是不是这一段 乙走路程就是这一段 那就是乙就是这一段 是吧 乙是走了这么多 甲走多少 甲从这呀 走到这来了 快车在这呢 慢车在这呢 甲走了这么多 那这一段 减去这一段 就是路程差 所以啊 路程差就是等于 甲的是这一段 减去这一段 则这一段 所以快车的这个路程 减去慢车的路程 就等于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路程差 那路程差等于多少 25 25 乘以2 再加7 所以用25 乘以2 再加上7 大家看出来没 快车是这么多呀 他走到这来的呀 慢车从这走到这来 这一段 减去这一段 这一段呢 又等于这一段 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一段 这一段减去这一段 那等于这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25 25 加7 呗 2个25 加7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57 是吧 那57的话 除以谁呢 除以谁呀 同学们 除以速度差 就等于相遇时间 对不对 那速度差 现在要求的就是这个小的速度 大的速度已知了 那好 路程差 那路程差除以这个相遇 那我们用这个 路程差 乘以这个行驶的时间 是不是就等于 啊 啊 等下啊 等于啊 用这个相遇时间 啊 路程差除以相遇时间 是不是就等于速度差了 所以呢 用这个啊 57来除以谁呀 总共行驶了三小时还没用呢 总共行驶三小时 也就是说快车从这行驶到这来花三小时 慢车从这行驶到这来花三小时 他们啊 都花了三小时 那也就是说 路程差除以时间三小时就等于速度差 等于速度差 对吧 那速度差等于多少 57除以3等于19 19 千米 没小时啊 那19就什么意思啊 速度差呀 是不是速度差 速度大的减速度小的就等于相遇时间啊 等于路程差除以相遇时间 对不对 那速度差 我们求出来是19 那也就是说 40减去这个慢的这个慢车的速度 快车速度减去慢车速度等于19 那40减19不就得到慢车速度吗 所以呢 用40减19得到21啊 千米 没小时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懂是吧 所以因为这道题呢 路程总的路程我们不知道 那你肯定用相遇时间这样来这样做 做不了 这是未知的 是不是 这是未知的 那这个相遇时间哎 三小时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 路程差我们能求出来 路程差知道了 相遇时间知道了 速度大的也知道了 速度小的就能求啊 所以用路程差除以相遇时间 路程差除以相遇时间就得到速度差 那大的速度啊 大的速度减去速度差就等于小的速度 是吧 哎 然后路程差怎么算的呀 快车是不是到这来 慢车到这来 走走走走到这来花了三小时 那这一段减去这一段 这一段减去这一段就等于这一段 减去这一段等于这个 这个呢 又是25加25加7 25乘2加7 除以相遇时间三小时 轻松打下啊 然后打哎 两个人啊 这个慢车的速度是21000米 每小时啊 所以这道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 大家把图画好了就行了啊 把图画好 把过程分析好就行了 那再看第三道题 他说甲乙两人同时从两地骑自行车相向而行啊 又是一个相向啊啊 甲乙两地我们来画图呗啊 比方说这是甲地 这是甲 这个呢是乙 哎 甲乙两人啊 甲乙两人啊 这是甲 这是乙是吧 从两地骑自行车相向而行啊 擒自行车从这到这啊 相向就是相啊 相向看一样啊 相反的方向同向就是相同的方向 是吧 好 两人距离终点三千米处相遇 然后呢 甲速都知道 乙速都知道 求两地的距离 乖乖的 看这道题啊 比方说啊 这个点到这个点总共呢是这么远 那终点在哪呢 比方说这个终点在这吧 就就说这个地方终点 好吧 这是终点 然后再看啊 他说在距离终点三千米处相遇 甲的速度是比乙的大 甲的比乙的大 那甲走的肯定远一点 那那甲肯定要超过终点 乙还没到终点 那相遇点肯定在这 这个呢是相遇点 啊 相遇点 好吧 好 比方说这是相遇点 相遇点 终点 相遇点在这 好 那这一块意思是这一块就是三 这是三 是吧 距离终点三千米处相遇了 那也就是说 甲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呀 甲从这走到这来 哎 这是甲走的 乙呢从这啊 走到这来 这 s 乙 是这个道理吧 那 求两地的距离 同学们 怎么做呀 啊 同学们啊 这道题 跟这道题 类似的 是吧 总距离 不知道 也求的 就是两地的距离 总距离 总路程 不知道 所以呢 没办法用这个方式来求 相遇时间啊 所以呢 呃 大家要通过下边这个方式 一般啊 都拐着弯口 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等于相遇时间 相遇时间 乘以速度差 等于路程差 是不是啊 那路程差 等于多少呢 路程差 我们能求出来 是吧 速度差 又知道 相遇时间就知道了呀 相遇时间知道了 乘以速度差 等路程差 对吧 所以我们把相遇时间 先求出来 那相遇时间怎么求呢 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速度差 大家知道15减13 那路程差 又怎么算 s甲减se 它的路程 减这个路程等于多少呢 那 咱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路程 减这个路程 就等于这一段减这一段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终点 终点 那同样的镜像过来 把这个3镜像过来 镜像过来 当这个是镜子 过来 这是3 那这个就是3了 好 那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终点 这个是3 这个是3 那这一段 加3等于这个一半 那这一段 是不是就等于这一段了呀 哎 也就是说 s已就等于他 那s甲减去s已就等于中间 这一段 所以 路程差 减去啊 s甲减去s已就是路程差 路程差就等于他减他就等于他减去这一段 因为啊 因为啊 因为这一段呢是等于这个s已的 s1加3等于3加这一段 那这一段就等于s1 这一段减去这一段就等于3乘2 啊 路程差3乘2 所以用啊 列式子就用3乘以2 就是路程差 是吧 路程差啊 除以速度差 速度差是多少 15减13 哎 啊 这下边写不下写这吧 等于多少 相遇时间 啊 相遇时间 我刚才给大家推倒了呀 好 相遇时间就等于3小时 是吧 3小时 相遇时间3小时求出来了 你说 加以2D的路程是不是知道了呀 所以2D路程再用这个啊 总路程就等于相遇时间乘以速度和 哎 相遇时间乘以速度和等于总路程 总路程 出来了 等于速度和是多少 10 15加13 乘以相遇时间3 是不是 速度和等于啊 速度和乘以相遇时间等于总路程 啊 点多少啊 28 28 乘以3 3824 是吧 84 千米 是千米吧 所以呢 像这两道 这道题就是相当于用这个方式来求相遇时间 这两道题用下边这个方式求相遇时间 是吧 哎 这个 主流的 主流的难难一点呢 那肯定是下面这个方式了 你这个太简单了 总路程告诉你了 两个速度就知道了 你说相遇时间谁都会求 是吧 谁都会求 嗯 哎 所以呢 再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是吧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像这样的题 分啊 这个相遇问题啊 这个基础篇是吧 这个还是一个基础篇 呃 基础篇给大家讲的是两类求相遇时间的方法 其实相遇时间求出来之后 或者说已知相遇时间让你求其他的 哎 只是说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已知总路程 第二种是已知路程差 或者说让你去求路程差 路程差能求出来 或者说总路程已知了啊 总路程已知和总路程未知吧 就这两类是吧 呃 一个是总路程 一个是路程差 两类求相遇时间的方法 那第一道题属于这个 第二题第三题属于这个 再下去可以再总结一下 你看这个都是要求路程差的呀 是不是啊 路程差是25乘2加7 这个路程差呢是3乘2 路程差3乘2 啊 这两道题都是通过路程差 这道题通过总路程 嗯 好 下节课我们会再讲这个相遇问题的提高篇啊 难度呢 再稍微大一点是吧 大家也好好学吧 第一到第一节课学好了 第二节课肯定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课啊 讲的还不错 大家可以帮忙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家长啊 谢谢大家